央视网文娱的朋友们你们好 我是吴磊 这次来我在超母人间里头 扮演的角色叫做红木莲 从乡下来的大学生 在杭州上大学 然后是一个很纯净 很正直的一个孩子 就如他的名字一样 木莲莲花 出于淤泥而不染 同时他又像一棵大树一样 非常的挺拔 一直朝着光的方向在生长 我刚刚大学毕业正 一头雾水的在找工作 后来母亲进入了传销 她就是竭尽全力的 不留余力的 把妈妈从传销组织里给解救出来 这期间经历了很多折磨 悲苦 最后用自己的智慧把妈妈从 一个混沌的一个精神状态里给唤醒 首先他的文本非常精彩 抛开我们的传销部分不谈 我认为整个草木里面 每一个角色都是非常鲜活 非常有力量 非常有厚度的 然后他整个故事的内核 其实是 找寻自我 是爱与理解 我觉得这个整个非常打动我吧 加上当时看到这个剧本是 顾小刚导演的作品 就更加吸引我 有在刻意的让自己销售一些 我不会说木连是个操汗 我觉得他那个时候只是 被折磨的 我母亲的遭遇和自己的遭遇 备受煎熬吧 是一个憔悴的状态 并不是那种 传统意义上的操汗吧 但确实杀星之后 那满脸都是胡子 也特别长 整个人也头发老套糟的 确实挺 挺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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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邋遢的 就是我所说木连吗 莲花就是出于你而不然 这是他的 强大的一点吧 他有非常强大的 纯正的内心 但即便是木连在这个过程中 也险些就是动摇 险些 误入歧途 还有场戏陷入一个疯狂的意向 就是就是木连在砍一棵树 那其实是在弑父嘛 但其实也是在杀死内心的 良知 杀死内心的 仅存的那些智慧和 和清醒吧 其实有很多层意象在里面 但好在木连最后还是醒悟了过来 其实就是精神上的师父 他已经放下了 在那个时候强制放下了对父亲的执念 然后他其实滑掉就是父亲的母子 就是他那个动作有很多很多很多层含义 其实 木连的父亲在他的童年时期 陪伴了木连特别久 算是帮木连建立了一个世界观 和一个关于自然 他不是自然之子吗 就是关于这套系统的一个建立者 他的父亲 他在砍那棵树的时候 其实也是在 崩解自己的信念和那套东西 我觉得放下执念一定是好事 尤其是放下这个追寻父亲的这个执念 一见如故我觉得 琴姐是这么讲的 然后我第一次见到琴姐 觉得琴姐很亲切很平易近人 然后我们第一天见面失专的时候 就简单的对了一下戏 就觉得好像能成 至少在拍摄过程中 我觉得会是最难出席的一个作品 就每天确实收工之后 会很就是会 还会沉浸在片场的故事里面 会还是在 木连的身体里 或者说木连在我的身体里 还在那里悲鸣 看了草木人间 在反传销方面 你就会成功 成功 成功